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真空旋轉機 那這個機器的話 重點到於說它可以均勻的速度 慢慢的下去旋轉這個燒管 讓我們在燒管的時候 它的溫度可以很均勻 不用說用人工下去慢慢的控制 所以我要轉正面還是轉背面 這樣子燒起來它的管子 可能會燒得不均勻 那這個機器它的速度也可以調整 現在是最快的 它可能燒的管子沒有那麼大的話 就可以調快一點 那它 實應管的真空度 它可以達到10-6T 所以說這個真空壓力是沒問題的